现在来说一下大概的使用方式 这样子的 先把这个插头插上 这边有一个插头插座 插上了之后 就把这个主机 这里打开 两个电源打开 咱们现在这个感应头 是大口径的感应头 看到吗 还是超大口径的 是专门封60到120的口径的 封口头 这个封口头 在封大瓶子的时候 我们的输送带 这里是调输送带的快慢 你可以调快一点 然后封口的瓶子的高度 距离大概在3到4毫米 也就是说盖子的顶部 距离感应头这个平面 3到4毫米 然后这个输送的速度 调到9或者10都可以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拆感应头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把电源关掉 关掉了之后 把这个航空插 把它拔掉 看到吗 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里有一个缺口 对着这个缺口插 就可以 然后呢 就把这个感应头往上一提 就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咱们就再换一个小的感应头 小的感应头 封口呢 是封15到60mm之间的 封15到60mm之间 直接也是把它拿过来 插进去 插完 插进去之后呢 再插上这个航空插 就可以了 没有别的需要说明的了 然后呢 这个小感应头的话呢 它的封口 感应距离 大概也就1到2个毫米 就这些注意事项 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